祖国仍未统一 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更加要携手向前 互相勉励 反读促统 舍我其谁 我是王炳中 王炳中来了 谢谢各位 各位领导 各位同志 各位朋友 在上个月 我和我们在座 许多我所熟悉的老同志 老朋友们 一起参加了第十五届海峡论坛 在论坛之后 我从厦门又到了香港 既见证了东方之珠 从大乱到大智的繁荣景象 同时也感受到 在当地 仍然有不少 我们说叫做 崇洋媚外的心态 站在美丽的湘江 我不免去思索 在极端的资本主义之下 难解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同时 看到维多利亚港 这个名称 也不免去想 这背后 所反映的 是我们中国 近代不幸历史的遭遇 所造成的 认同错乱 今天我们谈中国式 现代化 在历史书上 我们经常会读到 那就是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而这个变局的起点 不就是在 刚刚我所说的香港吗 香港的被割让 又来自1840年鸦片战争 当时 我们说 清政府被迫签下的 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 就在今天 我们各位所齐聚的南京 所以今天 我们谈中国式现代化 就想到 在当年 有一批又一批 中国的知识青年 救国青年 他们所追求的 现代化 不可会言 在那个年代 几乎等同于 就是西风东剑 全盘西化 即便 在那个年代 也有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这样的一个倡议 但是 当大批的救国青年 看到连日本 都能够打败中国 切战台湾 当时 他们不免会觉得 只有全面向西方学习 中国才有明天 人们似乎逐渐的 合理化 合理化 西方弱肉强食的 霸权主义 人们 似乎逐渐的 合理化 所谓 归于西方的 一切思想 制度 价值 被叫做 所谓的 普世价值 而我们也看到 在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成为了世界 独霸的霸权 我们也看到 在冷战时期 美国用所谓的 意识形态的差别 来区分敌我 甚至 在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 仍然继续 拉帮结派 继续推行 以灵为赫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么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发展 许多人 在思考 美国所带领的 所谓的 普世价值 真的是 如西方 他们所标榜的那样 所谓西方式的 现代化 能够消弭 世界上的 对立与矛盾吗 诚然 我们也必须同意 西方所定义的 所谓现代化 为人类 是带来一定程度 繁荣 以及便利 然而 我们也看到 美国 将他自己的霸权利益 建立在 其他国家与民族的 动乱之上 他不但 不能够消弭 世界上的这些冲突 对立 反而 制造了 更多的矛盾 今天 越来越多 世界上的人们 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 中国 是在 美国 所主导的 所谓的霸权秩序下 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从 站起来 到 富起来 再到 强起来 世界上 越来越多的人民 也看得很清楚 美国 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现状 那么美国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现状的结果 他是继续 用他的霸权 试图 要打压 中华民族 合情 合理的发展 与壮大 随着这些年 我们中国 日渐的 发展 壮大 中国的力量 起来了 而美国 不断地在 衰弱 这样的一个情形 更让我们看清 美国 他现在 准备 就是耍赖 翻桌 既然 我美国所主导的 霸权秩序 现在 没有办法继续 坚持下去 那么 干脆我美国 就不认了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的 霸权主义者 甚至 他要否定 要推翻 他自己 过去所标榜的 自由 贸易的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 发展结果 我们也必须承认 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 自信的不足 因为我们 条件的不允许 我们对于 美国 对于西方 所标榜的 这种普世价值 事实上 我们很少 或者敢怒而不敢言 我们并没有 去予以太多的挑战 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甚至 是不断地 要去向西方世界 去解释 甚至去 要求他们 能够理解 我们 中国 也希望 融入 国际体系 然而如今 整个情势 改变 我们说 叫做 百年未有之 变局 应运而生 那么这样的一个 情势的改变 发生之后 我想 面对美国 继续 他要用过去那一套 叫做 超强的经济 超前的科技 庞大的军力 就要 中国停止 发展的步伐 乃至于 接受 他不合理的 霸权体系 这样的一个压迫 我们不能 在 温良 攻减 让 所以 我们当然 有权利 也必须 去追求一条 我们自己的 现代化道路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 在过去 几十年来 我们看到 祖国大陆的努力 它事实上 证明了 在中国式 现代化之下 一个社会 它能够 共同富裕 不同国家 能够 共同 发展 不同的文明之间 也能够 共同 茁壮 包括 人与自然 能够 和谐 共存 这样的一个 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 是我们必须 要去理解 过去 祖国大陆 几十年的努力 所带领 中华民族 到今天 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 它的背后 是有一个非常漫长 并且体系化的思考 那么回过头来 在过去我们也看到 今天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在台湾岛内 相信大家 长年以来 我们都追求祖国的完全统一 我们也都为 反独促统 不断地奋斗 那么我个人 在过去 这十多年来的努力之中 我的一个感悟是 台湾问题 之所以会难以解决 当然 它有很多的因素 那么这当中 我认为其中一个核心的因素 就是美国所标榜的 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它主导了台湾岛内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台湾岛内 因为过去漫长历史的因素 所造成大家对现代化的理解 非常的贫瘠 非常的局限 那么不讳言 过去我们许多朋友 在面对到许多台湾的同胞的时候 也都会觉得我们要照顾一下 台湾同胞和大陆 有不同的历史经验 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认知 于是呢 难免有点自绑手脚 自我限缩 就不太积极的去向台湾同胞 去主动的介绍 大陆的政治 经济 社会制度 尤其对于大陆的政治思想 政治体制 是不太去做太大的一个篇幅 或太高程度的介绍 然而 我认为 今天我们两岸关系 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那么经贸之间的交流 已经是势不可挡 所以下一步 我们应该要进入到 思想上的交流 我们说 两岸同胞要心灵弃合 这个心灵弃合 不包括 我们应该要 向台湾的同胞介绍 大陆的政经制度吗 所以 我认为 我们未来 要更加积极的 更加自信的 去向台湾的同胞 来介绍 来说明 大陆这些年 所倚靠的 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 是什么 去告诉台湾同胞 在过去 祖国大陆摸索这么多年 所把握的 包括 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在治理上的 长处 优势 有哪些 当然 我们仍然 用一国两制 来解决处理 因为历史 所造成 两岸 许多社会上的分歧 但是 我们应该 也要更加自信的 去把握住 我们的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 更自信的 去向香港 台湾的同胞 来介绍 中国道路 就像 在这些年 我们也看到 有许多 优秀的中华儿女 他们 在国际上 各个场合 或者 是婉转动人 或者是 铿锵有力 或者是 合情合理 或者是 慷慨激昂的 去说出 各种 中国故事 那么 在场我们大家 有两岸交流经验的 台湾的先进 各位好朋友 好同志 我们也更应该 去向台湾岛内 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同胞 去说好 大陆故事 刚刚 有好多位的来宾 大家至此 都提到 那就是美国 在两岸关系当中 所扮演的 这个角色 我们看到 美国明明 就是在利用台湾 要大打台湾牌 去遂行 它要压制 我们中国人 发展 壮大的道路 在台湾社会 你也不能说 台湾的乡亲 都没有 质疑 美国 实际上 是在利用台湾 然而 如今我们面临到的 是一个 非常调诡的 恶性循环 民进党 破坏掉原本的 定海神针 九二共识 民进党更进一步的 以美谋独 以武俱统 因此 把两岸搞得 紧张对立 那么两岸 越紧张对立 似乎 台湾的民众 又越被 美国绑架 又越加 将所谓的 安全 寄忘在 美国身上 这种恶性循环 的确让我们觉得 非常痛心 那么我们也会看到 因为台湾有许多同胞 他在过去 长期的被教育 包括从国民党时代的 反共教育 到民进党所推行 全面化的 去中国化 使得他们的内心里头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 亲美的意识形态 以及对事物的认知 被美国所定义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 所局限 那么此情此景 我们固然有时 也会灰心丧志 但是当我们回首历史 看看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 台湾人人致死 在那个年代 他们或在台湾岛内 启迪明治 或者到大陆 求学 从军 甚至投奔 到当时全民族 抗日的战场中 成为我们说在 那段 烽火年代当中的 风云儿女 英雄好汉 当我们看到 在过去这些台湾先贤 给我们的启发 我们也想起 那便是 在当年 北大的台湾同学会的学生 曾经写下这一副对联 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 为先生 和人 领导 四十年祖国 未尽事业 舍我辈 其谁 分担 这副对联 是当年北大台湾同学会的学生 他们哀悼 孙中山先生 所写下的对联 同时 也展现出了 在那个年代 救国青年 他们的担当 今天 有很多人 故意抹黑造谣 或者不了解 或者别有居心 将我们追求 中国是现代化的 这样的一个愿景 说成是 中国要取代 美国的霸权地位 我想 我们当然 不是要取代 美国的霸权 因为我们要取代的 是不公不义的 霸权主义 各位朋友 各位同志 祖国 仍未统一 同志 仍需努力 我们更加 要携手向前 互相勉励 反读促统 舍我其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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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муж 瓣 得